我们太阳系外已经发现了几十颗可能适合居住的行星,还有许多正在等待探测,有没有人或任何东西,在这些不可能亲自到党的地方寻找生命,将从在它们的环境中寻找生物质品开始。 这些被称为生物鲜明的生命的大气指纹,将会使用下一代望远镜来探测。 这些望远镜可以测量处理我们光年远的行星气体组成,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,因为基于单一大气气体测量的生物鲜明,可能具有误导性,为了补充这些标记,并感谢美国宇航局天气生物学研究所的资助。 加州大学合并分校的替代地球天气生物学中心,正在开发基于地球大气季节变化的动态生物鲜明的第一个定量框架,天气物理学杂志,今天发表了一篇论文,行为大气季节性,作为系外行星的生物特征。 第一作者是Stephanie Olsen, UCR地球科学学院的一名研究生。 当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时,它的倾斜轴意味着不同的区域,在一年的不同时间,接收到更多的光线。 这种现象最明显的迹象是前气和白天的长度的变化,但大气成分也受到影响。 例如,在北半球的植物中,植物的生长在夏季会显著降低大气中而氧化碳的含量,氧的情况正好相反。 大气季节性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生物特征,因为它是在地球上进行生物操控的,很可能在其他有人居住的星球上发生。 根据季节性推断生命不需要对外星生物化学有详细的了解,因为它是对环境中季节性变化的生物反应,而不是地球特有的特定生物活动的结果。 此外,极椭圆的轨道,而不是轴向倾斜,可能导致太阳系外行星或系外行星的季节性,从而扩大可能的目标范围。 在论文中,研究人员通过一种叫做光补学的承承技术,确定了与间接性形成和破坏氧气。 二氧化碳,甲烷和它们的探测有关的机会和缺陷,还模拟了汗氧量低的生命行星上大气氧的波动,就像几十亿年前的地球一样。 他们发现,臭氧O3是由生命产生的氧气,O2反应产生的,它将是一个更容易测量的指标。 它标志着氧气的季节性变化,而不是在弱氧行星上的氧气。 美国宇航局博社后研究员埃德华施维特曼说,现在精确的模拟这些场景非常重要, 所以未来的空间和地面望远镜可以用来识别最有希望的生物特征。 在重要的情况下,需要用望远镜来探测它,寻找生命的挑战在于从很远的地方,收集到得数据的模糊性。 假positive non-biological过程,伪装成了一个星球上生活假negative life,产生很少或根本没有biosignatures。 两大问题,氧气和甲烷都是有希望的生物信号,但是它们的产生方式是没有生命的。 观测氧气或甲烷的季节性变化将会提供更多的信息。 评估外行星是否适合居住的一个潜在的强有力的方法,是观察它们的大气层,看看我们是否能在一年的时间里, 探测到这些生物特征集体的变化。 在否些情况下,这些变化很难解释没有生命,甚至可能允许我们做出的进展描述,而不是简单的承认。 一颗细外行星上的生命,对在地球早期发现的低水平氧气波动的前景感到特别兴奋。 臭氧所监视的季节变化,在地球这样的行星上,是最容易被探索到的,就像数十亿年前。 那时大多数生命,它只是微小的海洋生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